第四,事有编论。 前面都是说常无常, 再就是说有编无编,编是编地。 又三魔中诸善男子, 尖临振兴, 魔不得变, 重生内奔, 关闭尤丁, 常饶动员, 以风味中生计多则, 世人坠入,事有编论。 还有, 现在就要破行印的山脉当中, 这个三男子, 包含世中记者, 坚临振兴, 临是不动, 坚定他的不动的这个定心。 那么里面也就包含这个不惑的会心。 他这个正经, 由经过前面破响印, 魔不得变, 就是实内天魔不得其变了。 经过破响印的实境, 他能够安然度过,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 实内天魔强尽办法营救他, 而他能够安然度过, 不会被魔所转, 所以魔不得变。 现在到了这个破行印的时候啊, 外魔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去伤害他了, 他就可以安心地往行印的境界里面去下功夫。 重生内本, 重进他的研究生源的十二内生的根本, 就是研究行印的生源。 观察, 比游听长谣动缘。 比, 就是直行印。 这行印是很游, 很游深的。 它是轻而不足的, 因为前面详印是足, 动, 粗, 这里是很轻, 很细。 因此啊, 它很容易发生这个, 长无长边无边的这个错误的境界。 所以, 对于这个行印还有维系的纵饶的境界。 所以, 为群众之缘。 观察, 行印群众之缘, 以风味中生寄作的, 分为世界的分别位置。 世界的分别位置去观察差别。 在时间空间上, 观察它的差别像。 所以, 在分为中生寄作, 这个寄作就是错误的。 有它的执迹, 作量出来, 认为就是这样。 这个成见, 那就是成为错误。 那么这个人, 因为生寄作的这个分位, 而最终于是有编论。 这四种事情, 都观察有编无编。 编是编计, 有编计无编计。 所以叫做是有编论。 一则, 是人心记深缘流用不息。 既过位则名为有编, 既相虚心名为无编。 这是第一种。 第一种是因为时间在观察, 观察边无边的境界。 它的用心去执迹, 这个群动数生之缘, 都有这个时间。 时间在流动, 作用不息, 没有停止。 那么因此它执迹啊, 过是过去, 未是未来。 它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, 过去是有编。 未来的上学未来还没有到, 还没有到, 它也是有编。 因此啊, 在三个三世的时间当中, 过去未来都是有编。 既相虚心名为无编。 相虚心就是现在。 现在。 它观察现在啊, 念念相虚。 比如我们现在嘛, 现在这个身体, 你看看, 它在念念相虚, 在打妄想。 这个妄想先生了, 又灭灭了, 又生生灭灭。 一直在相虚连贯。 这一生中正在连贯相虚下去, 没有停止。 所以因此, 它直接啊, 现在正在相虚, 没有停止。 本来现在也在生灭啊, 也不可当。 可是它认为啊, 现在正在相虚嘛。 生了有灭灭了, 有生吗? 念念相虚吗? 既然是念念相虚, 它就是没有编了。 就是有, 诗人就是, 刚才这个相续心啊, 就不是有编, 不是有编, 就是无编了。 那么因此, 它分别有编无编了。 过去未来是有编。 相续心的现在是无编。 实际上是很简单啊。 过去未来有编。 现在, 因为相续念念, 念念在相续, 所以无编。 这是第一种。 灌在时间上。 过去未来是有编, 现在是无编。 编是编地。 所以现在因为念念相续, 就没有编地。 这是第一种。 二者, 诗人观八万节。 这见众生啊, 八万节前, 极无闻见。 无闻见处名为无编。 由众生处名为有编。 这是愿它的智力去分编。 这个要破行印的人的智慧力量啊, 它只能灌插八万节之内的事情。 哦, 这个很太熟了。 这个修行到这里啊, 它的智慧力量只能往前看八万节。 八万节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。 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的这个八万大节当中。 啊, 他在这个八万大节的观察。 看见这个八万大节的众生啊。 嗯, 八万节前, 极无闻见。 极是近。 啊, 没有见闻。 就是说, 以他的智力往八万节前看。 哦, 他只能看到八万节。 再往八万节以前, 八万灵一节以前再往前看。 极无闻见。 极是无闻, 也极是无见。 就是八万节前的事情, 看也看不到, 闻也闻不到。 他没有想到, 这是他的智力不及啊。 啊, 啊, 并不是没有事。 可是, 他看到没有事。 这无闻见, 他就认为啊, 无闻见出名为无边。 八万节前不闻不见嘛。 都看不到, 什么东西都没有。 那么, 八万节前那是无边。 啊, 那没有编记啊。 啊, 他究竟编记在哪里, 没有办法体会出来。 所以, 八万节前的事情, 他看不到, 他就认为无边。 啊, 他好像我们这个前节, 昨天的事情过去了, 昨天看不到, 昨天的事情我看不到, 那就昨天就是无边。 情况相符。 不过他这个时间长。 我们八万节前往前看。 啊, 八万节前根本看不到, 什么都没有。 不见不闻, 今无闻见。 那么, 因此八万节前是无边了, 没有边境。 有众生就名为有边。 八万节内。 从八万节开始, 一直到现在。 啊, 在这个八万节之内, 有众生。 有众生, 有世界, 有万物。 啊, 呃, 众生, 在哪里, 呃, 生了病之。 啊, 万物在哪里, 生住一面。 啊, 世界在哪里存住快空。 啊, 在哪里转过不停。 嗯, 因此呢, 有众生的地方, 有世界的地方, 这就有有边。 因为有众生, 有世界嘛, 它是有个边际的。 比如说, 啊, 屏东, 啊, 出去到这个海边, 西边海边的边际, 啊, 中边海边的边际, 它都有边际吗? 看得到的东西, 啊, 这个世界, 这个众生, 都有边际。 因此啊, 它就确定下来, 这样直进。 八万间全无边, 因为西无文件。 八万间后, 在八万间内, 八万间内, 一些众生都在哪里轮转不起, 那是有边。 啊, 所以八万间内是有边际可说, 就是有边。 啊, 它这样子去执着, 这是第二。 三者, 四人, 既我便知, 这无边性, 比一切人献我之中, 我曾不知彼之之性, 明彼不得无边之心, 但有边性。 这是约, 人我去分边。 他认为, 我, 他自己, 就是这个, 破形影, 正要破形影的, 这个人的这个自己。 啊, 是人, 就是这个人。 啊, 既作, 我, 有个周遍了知的能力。 啊, 所以我, 能知道这个万发的, 呃, 呃, 在这个性格。 啊, 那么, 比一切人献我之中, 比一切人, 就是其他一些众生。 其他一些众生, 现在我, 所知的范围之中。 一切众生, 我知, 我知道他。 例如, 我现在看到一切众生, 啊, 我都知道, 我都看到。 啊, 我曾不知彼之之性。 这句话哈, 他这个自由掉错的情况。 应当要看着啊, 注意啊, 应当要看着啊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。 按那个做, 按那个看, 这样看。 啊, 我曾不知彼之之性。 你要把它调过来, 要看成啊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。 哦, 你不相信你多念几遍? 啊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。 这样子, 到底才能够跑出来。 我曾不知彼之之性, 这就颠倒了, 意思显不出来。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, 意思是说, 啊, 我能知道万法之性, 可是万法不是我的性。 万法, 一些众生, 他不知道我的性啊。 所以他这个文字是, 一定可能是教授的, 应当要把它看成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。 彼不相信你用彼写在旁边看看。 啊, 他这个, 我曾不知彼之之性, 这个意思表现不出来。 你把它写成啊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。 或者你把这一句话上哈, 彼写一, 不写二, 呃, 呈写三, 知写四, 我写五, 知写六, 知,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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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下面的那个知道的知七, 信之八。 啊, 这样也, 也可以啊, 啊, 我也会看啊, 就是说, 你要把这一句话把它看成哈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, 意思才会出来。 道理就显明了啊, 这个号要会看啊, 我看有很多读学, 他都啊, 迷迷糊糊的, 就是脱过去算了, 啊, 这句话应当是, 彼不曾知我之之性, 因为前面哈, 彼一切人, 彼一切人现我之中, 你注意这句话, 彼一切人现我之中, 彼一世间一切人呢, 现在我能知的知的范围之中, 彼一切人, 彼一世间一切人, 他现在我能知的境界之中, 所以彼一切人现我之中, 现在我所知之中, 例如现在, 你这大家听众所有的人都现在我的面前, 我的, 呃, 势力的范围之中, 啊, 可是,